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叫讲真话 那么巴金的讲真话呢 就成为一个象征了 成为一种精神的关照了 那么从社会心理来分析 可能是因为现在讲真话呢 是有点困难 真话成了一个虚缺的东西 所以大家内心的呼唤 要讲真话 就把那个 这个仰望良知这种愿望呢 就投射到巴金这个老人的身上 那么巴金呢 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 这个但我看 他的真诚 不是仅仅是讲真话 他还有一个非常可贵的东西 这个就是忏悔的精神 忏悔的精神 他对文化大革命中 是以做错的一些事 他忏悔 这是《谁想录》里面呢 最感人的 最可贵的一些篇章 那么文化革命 现在过去那么多年呢 我们的国人 似乎谁都在批判 这场浩劫 是吧 谁都在批判 似乎谁都是受害者 但到底谁是迫害者呢 是吧 难道就是四人帮那几个人吗 那么在这场几国的 这种疯狂的运动中 我们这个过来人 有没有错误 应该留下那些教训 好像现在呀 至今都很难弄明白 而巴金的《谁想录》啊 他敢以承认 自己的在运动中 在文革中的一些错误 他要忏悔 这是不多见的 有忏悔的精神的知识分子 我想呢 这应该是巴金 格外值得我们尊敬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记得巴金过世的时候 他的一个告别仪式 仪式上呢 后来很多的报道 对他的称呼是不确定的 有的称为巴金同志 有的称为巴金先生 我看这很有意思 这就反映了历史 反映了对历史 对文化 对文化思想之言 不同角度的解读和发挥 照我看呢 巴金很难说 是共产党的同志 他主要是一个 独立的知识分子作家 在他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呢 支持他的 支持他的 还是主要是那种 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等一下我要 还要讲这个问题 巴金呢 是所谓所谓体制外的人 他一辈子没有单位的 他就是靠自己搞费生活 那么我们文革之前呢 中国的社会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所有的人都有单位啊 这种情况呢 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啊 那么巴金没有单位的 他是街舞卷有的一个 体制外的人 但后来他也选上了 作家协会的主席 但有象征性的 总之呢 巴金是一个 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现象啊 我们现在还是回到 街市扩的内容 主要讲巴金的文学创作 他的文学世界啊 文学世界呢 这个词我们通常都听过啊 街市作家创造 带有作家的情思 和个性色彩的 这个是独特的 只有成功的作家 他才有 他自己的文学世界 所以我们一说到巴金呢 脑子里面 可能马上出现 他作品中的那些人 那些情景 能感受到 那种特殊的氛围和风格 这就是属于巴金的文学世界 如果大家对巴金的作品 读得稍微多一些 又把他和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来比较一下 就会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 这个巴金呢 是一个非常敏感 热情 单纯 富有诗人气质的这样一个作家 他是以叛逆者 以战士的姿态 非常天真的进行创作 那么创作呢 是他生活的有机的部分 也是他的核心的部分 巴金呢 非常坦诚的记录 描写自己的生活经验 表达呢 他对生活独特的理解和追求 那么对巴金来说呢 生活和艺术 人品和文品是二合一的 就这人品文品都合在一块的 加上巴金 总是喜欢描写和欧歌青春 书发青年人 书发青年人的那种时代的苦闷 真诚的 不做作的 真诚的 不做作的 以青年精神上进行沟通 所以他能够创造出 这个青年的文学世界 成为一个青春型的作家 下面呢 我就介绍一下巴金 和他的创作生活的大致的情况 巴金呢 是1904年出生在成都 他的年龄的名字叫李饶庞 闭名呢 是1928年 他发表灭亡 这个处女座的时候 用的这个巴金这个名字 这个巴呢 是纪念了 他的一个在法国留学的 一个同学 叫巴恩伯 这个自杀的 写了他的一个姓啊 金呢 是巴金当时读那个 无政府主义者 克鲁包特金 正在读他的伦理学 那这个同学自杀了 所以他呢 就是起了一个巴一个金 和这一块作为他的臂名 这个巴金呢 他出生在四川的成都的一个官僚家庭 他的祖上的树代都是做官的 他的父亲很当个支县啊 小时候呢 他的教育背景应该说是比较复杂的 新旧都有 每个人的成长都可能有对他影响最大的某一个人 那么巴金呢 他的母亲对他的影响最大 他母亲那种温柔 那种书香气息 那种仁爱的同情心 都是对巴金有影响的 几十年之后啊 巴金回忆他的母亲 他就说 母亲最早交给他爱与同情 交给他爱与同情 对人呢 要真诚 不骗人 不亏待人 不沾别人的便宜 所以爱公道忠实平等的观念 这种熏陶 这个对巴金影响很大 巴金的人格成长 应该说是比较健全的 巴金呢 他也不像鲁姓啊 从小呢 受到这个家道中乐 以后那种这个事态炎良 那种冷眼 他也不像张爱玲 张爱玲这小时候的生活 也是不见钱 所以对他这个心态 最后的心态 也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巴金呢 他不像有些教权 所设想的 他的童年 就充满了那个储恶 残酷的经历 不是这样的啊 巴金的家庭属于一个 大家庭 虽然是个封建家庭 但也并不是一败涂地 巴金的年幼的时候啊 他的生活也并不是 都是地狱啊 还是有光有花的 所以他在家里面写的那些悲剧啊 不完全是巴金 他自己家的情况 巴金的大哥 比如说 这个家里面不是 也写到了一个 决心啊 和这个 他的一个表妹的 这个 那个 青梅竹马 这个 分音的故事吧 恋爱的故事 其实这也有言行啊 巴金的大哥 和他的表姐 也是青梅竹马 未必产生了爱情 后来呢 他的表姐出嫁 嫁的那个 过的生活也不错 是折磨死的 那个锐爵 明凤 在家里面呢 锐爵 是吧 就是决心的那个太太 还有明凤 就是 决慧的丫凡 都是西构的人物 事实上啊 家里呢 确实有个丫凡 叫翠凤 后来给 送给了眼房亲戚 当姨太太了 是吧 但他也不愿意去 就 另外嫁了 另外嫁 并没有自杀 这个小说里面 那个明凤是自杀的 巴金的 祖父呢 这个 在 这个 并不像 在家里面写的 那么 所旧 那么专制 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 甚至呢 很教他的孙子 念英文 是非常开明的 那么家里面那些悲惨的事 是从何而来呢 一 是对生活的了解 观察 年幼的巴金呢 的确看到了 很多家庭的一些 误会 矛盾 悲伤的事情 包括目睹了很多死亡 特别是 特别是女性的死亡 另外一个 就是靠想象 作家的想象 不过巴金年轻的时候 他的思想经历呢 这个对他 后来的创作 确实有很大影响 有一点呢 其中有一点呢 过去的教材和研究 也注意到了 但是注意不够 是什么呢 就是巴金受到 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巴金十五岁的时候 就读无政府主义作家 克罗包特金的 《告少年》 还有记本 叫《叶未央》 在博兰的一个 无政府作家 这些都是反抗社会的 激进的浪漫的作品 唤起了巴金呢 少年巴金呢 他的理想 所以他很早 就参加了社会运动 1923年呢 巴金到上海 但他呢 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他也不是左派 他是什么 是无政府主义者 这无政府主义啊 当时还有一个翻译 叫安拿奇主义 这个他的英文的 这个年代的名字 安拿奇 就是也可以翻译成 这个无自主义 就是没有政府 没有治理 这是一个向往原始的 自由的 无自的状态 所以年轻时候 巴金呢 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 他是有联系的 比如说他和美国的 无政府主义者 高德曼 通过信 而且他翻译过很多 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 像科鲁巴特金 巴古林 普鲁东 是吧 还写过呢 一些这个 民粹派无政府主义者的 传记 像索菲亚 是吧 菲格念尔 都是俄国的民粹派 英雄的传记 那么当时 巴金的自校 年轻的时候 他并不是要 成为一个文学家 他主要 他想搞政治 从事政治运动 反独裁 反专制 他希望能做一个 职业的革命家 这一点都不奇怪啊 在五四时期 很多知识分子 先进的知识分子呢 都曾经不同程度的 信奉过无政府主义 二十年代以后期呢 国共两党斗争 无政府主义的声势 就下去了 不过巴金呢 他比较特殊 他接受无政府主义呢 接受的比较晚 而延续的时间 又比较长 他是一个很执着的人 巴金的处女座啊 灭亡 是吧 就跟无政府主义有关 直到一九三三年 那时候呢 无政府主义啊 大势已弃 在中国 没有多少人相信了 但巴金还是他的 忠实的信徒 他甚至一度啊 打算到西班牙去 去干什么呢 支持无政府主义运动 那么我们来看看啊 无政府主义到底怎么回事 作为一个思潮啊 它确实对当时的年轻人 是很有吸引力的 这个无政府主义 它的特点就是反专制 反独裁 反强贤 专制 独裁 强贤 他都是反对的 而且反对人格化的神 反对人格化的神 强调自由 组裁呢 废除等级特钱 要消灭中央级钱 废除私有制 提倡社会辅助 国尽所能 过其所惜 这无政府主义 是吧 这个有点像空想社会主义 它是一种激进的思潮 在当时俄国 沙沃时代的影响巨大 那么后来在世界上 包括在中国 也有极大的影响 巴金呢 他信奉无政府主义 主要不是从政治的角度 现在看来 它主要不是从政治角度 主要是从什么角度呢 从理想的角度 是吧 向往一种 这个空想的 一种社会主义的境界 因为这种主义啊 这种叛逆的 激进的思潮呢 给这个年轻的巴金 一种精神的力量 在二十年代的时候啊 无政府主义 在中国落入低潮以后 就二十年代后期啊 巴金呢 陷入了思想的危机 他感到孤独 恐慌 但仍然 仍然呢 很执着地小心啊 他是二七年到法国留学 初中 他的目标 就是要寻找 激进的理想 和那个民粹派 也是无政府主义有关系的 其他联系 可是到了巴黎以后啊 他过的是一种 非常寂寞的生活 非常苦闷 是吧 他读 牛蒙 往事有回忆 像赫尔金啊 等等 每到晚上呢 巴黎的圣母宴 终生敲过以后 寂寞的巴金 就没有什么事好看 就是读书 或者摊开笔记本 来写 写字啊 就写下了自己 对祖国的思念 以及自己理想失落的 那种这个情绪 所以巴金的本意啊 当时并不是要写小说 他甚至认为写作 就是浪费生命 他不想当作家的是吧 但是他又不能不 通过写作来发泄 这样呢 就成就了他最初那本 激情洋溢的那种灭亡 这本书就这样写出来了 我们值得注意的是 有这么几点 第一 就刚才说的啊 无政府主义对巴金来说啊 它的影响主要不是政治 是什么 主要是精神 巴金是把无政府主义 作为一个反专制 现实批判 以及正义感 辅助的精神来结束 是吧 作为一种道德精神来结束 第二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破灭以后 很影响到巴金 影响到他的 造成了他的理想的失落 人格的滋链 本来他很相信 无政府主义 后来这个 这个思潮在中国 走入低潮了 巴金非常失望 造成了他人格的滋链 就转向文学来鲜泻他内心的那种苦闷 他本本来呢 是无心以文学的 可以说是阴差阳错 是吧 以写小说作为了鲜泻的通道 结果呢 结果呢 就无心插柳 柳成英啊 他就成了小说家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这个走向文坛的前后 这巴金呢 他是得了肺病 巴金当时得了肺病 这种病对他的人格心理也有影响 就变得那个敏感冲动 这些病啊 这个产生了这种精神状态呢 也在他的作品里面有所体现 这个巴金写作 他不是考虑名声 也不是考虑永恒 甚至不去推敲艺术 他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 他就要寻求心理的一种鲜泻 寻求一种沟通 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平衡 可以说巴金的人格构成 他的写作姿态 他的文学世界 都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有关 他做初期的作品呢 有些概念化 但同时又很热情 很激进 就跟他接受那个 无政府主义思潮 和别的新的思潮的 那种特殊方式 也是有关系的 巴金因为信仰无政府主义 所以解放以后呢 他不是作为一个革命作家 写到文学史里边 而是作为一个同路人 是吧 刚才我讲 他不是同志 他是作为同路人来处理的 也就是文学史中 这个统战对象 所谓的民族主义作家 这文革中 巴金的遭殃 他后来受到 那个红卫兵的批斗了 是吧 那个也遭殃了 跟他的信仰 无政府主义 是直接有关系的 这是文学史中 是文学史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